好 那么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不少实体真才的活动取消 而花莲就业中心在9月重启了实体真才 9号的上午在花莲劳工的娱乐中心 举办小型联合真才活动 有13家的厂商超过70个工作机会 有需求民众请把握机会前往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花莲就业中心 9月重启实体真才活动 将在9月9日上午9点半至11点半 在花莲劳工娱乐中心举办小型联合真才 这次真才活动也适用安稳雇佣计划2.0专案媒合 总计邀请13家厂商提供超过70个工作机会 包含福隆大饭店、莉莉哲园、安和工程 及台湾第二照福合作社等 提供有饭店工作人员、机械设计、绘图人员 及照顾服务员等职缺 花莲就业中心主任王春梅表示 安稳雇佣计划2.0只要在9月底前完成雇佣 雇主可领取奖助 劳工也可领取奖励津贴 劳工就业满两个月可获1万元 满四个月再获1万元 合计最高可领2万元 若为部分工时劳工则减半发挤 另外预计10月16日在花莲中正体育馆 也会举办下半年首场中心真才活动 有除值需求民众可上花莲就业中心网站 查询真才活动和安稳雇佣计划 或拨打038-323-262 接着长方言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